你好 紫晴 你好 我這個問題中年又想問你 你除了是叠叠曲之外 是不是叠叠插的呢 當然不是 Norma 二選一問題 想都沒有想答 好 研究股票還是食經 食譜 老公煮還是自己煮 當然是老公煮 現實還是夢想 我要把夢想變成現實 Norma 其實你覺得選擇是甚麼呢 選擇我覺得是自由 其實煮食和教人煮食 其實是兩回事 何時有這樣的想法 創立一個網上的平台 教人去煮食 一邊想鼓勵身邊的朋友 年輕人喜歡煮食 第二是我覺得 當時是2012年 還沒有很多網站食譜 我就覺得 沒理由過 我們在美國大的時候 很多美國的網站都做得很漂亮 我就覺得為什麼中菜 沒有一個英俊的食譜 既然沒有 那就選自己去做 在你的創業過程裡面 會否因為你是女性 而遇到有甚麼困難 盡量我都不會想自己是女士創業 我們的選擇可能是 要選擇跟家人的時間分開 或者生不生小朋友 這些很多時候 我們選擇的選擇 對於一些傳統社會的看法是有些不同的 其實在中文翻譯就是一個開始 到現在這麼多年之後 其實你應該不是在開始的狀態裡面 因為其實有時候 開始的一件事 你以為穩定或穩定是一件好事 其實是不好的 即是大陸這樣說 我們兩年前上去的時候 我想我們頭三間 開始做主食產品公司 到現在我想每天睜大眼三間 但在這些市場的情況下 就不可以停在這裡 因為要有前進才可以 你覺得選擇是否重要 選擇很重要 你既然已經成為在我們眼中的香港代表 你會覺得還有甚麼話 可以跟年輕人說 怎樣去創業 因為譬如在美國或大陸 很多人會覺得 我進入一間創業公司 是一件好型的事 我會做不同 我是做一件創新的事 但相對來說 香港可能 目前還會說 我想做一份穩定的工作 未必會有這種 冒險的精神 因為大家每天生活 都會有些不滿 其實我們就是在生活的不滿裡面 做一個進步 做一個改善 還有你做的事 可能影響到身邊的人的生活方式 平時有沒有坐Uber 跟人家住一樣 如果你有得選擇 你現在會選擇去哪裡 我會選擇去一個 我每次去都不捨得走的地方 我是Norman 我選擇Uber Norman 你的廚房很漂亮 OK 如果整天載我 我想你都很餓 準備了兩款蛋糕 讓你選擇 我是否兩款都要呢 吃不完就不讓你走